诸位一定要存好心 要存个福心 念念心跟佛菩萨相应 那是多么殊胜 念念跟佛菩萨相应 念念跟佛菩萨同在 你的气势跟别人 跟平常自然不一样 你所在之处一般人跟你接触 用现在的话来说 磁场不一样 你的磁场是佛菩萨的磁场 自自然然能令给你接触的众生 都生欢喜喜 这个就是射受的力量 如果我们念念都是名利 念念都是贪嗔痴 念念都是别人的坏事 你的磁场马上就改变了 是一个最恶劣的磁场 别人接触你都嫌弃你 都恨不得赶快远离你 这些情况我想 我们在一生当中常常与别人往来 如果留意的话 会感错得到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舍了佛之后 我们才知道是什么原因 你那个心一念善 善的境界就先去 一念悟了 悟的境界也就先去 尽缘无好丑 好丑在人心 就在自己的一个念头 所以吉凶和福 也在这一念 感谢观看 谢谢观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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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